喝水虽然有利代谢循环 但水分摄取也要一个人状况 一位罹患心脏衰竭疾病的民众 长时间每天喝下5000cc以上的大量水分 反而造成疲倦 呼吸喘 水肿等身体异常的症状 等于就像我们一个马达 它已经快要坏掉了 它已经打得没有力气了 可是你给它的水量还是那么大 它的工作量负荷更大 所以造成它心脏的那种衰竭的程度更加重 体重乘以30就是一天建议喝水量 以70公斤的成人来说 一天约需补充2100cc的水分 可参考天气 个人情况斟酌 有些民众会在起床睡前喝一杯水来养生 但若夜晚贫尿影响睡眠 就建议减半调整 避免体内氧气流失 水是阴 我们今天水分的一种疏步 需要靠我们所谓的阳气 水喝太多 晚上中文讲属于阴 那你今天阳气相对薄弱的情况之下 你喝太多的水进入体内 等于说你阴气太盛 它反而没有办法靠这些阳气去推动 它就会变成说一直想要尿 一时建议水分次喝慢慢喝 每次约喝150-200cc的水 依照气温皮肤干湿 尿液深浅 粪便软硬程度等情况调整 同时可以搭配运动 更有力于水分在全身循环 促进新陈代谢 待新闻成定会章正龙 台北新电报道